紅衣夫人大包小包拎著東西 要過馬路準備上兒子的車 結果才走到一半 一輛轎車呼嘯而來 碰了一聲當場將婦人撞飛 親友見狀連忙跑上前 而這撞擊力道相當大 競銷到場時 傷者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我是只有撐到那個 很大的蹦一聲很大聲 我太太在後面都有聽到聲音 他看監視器應該是上來 坐他兒子的車子 土地公廟前面那個 Toyota那台白色的車子 夫人緊急送醫 但是與死生拔河 大約是一個小時 仍然宣告不治 遠景同時也對肇事駕駛來酒測 一測不得了 這酒測值高達0.57 這位夫人當然從家裡頭走出來 結果才過馬路走到一半 就被下山的酒駕男子 當場衝撞 這一撞撞飛好幾公尺 死亡事故就在30號 晚間7點多 新美食戲指 蘇姓夫人住在附近 當晚兒子孫子回來 一家人要把東西拿上車 沒想到一個個穿越馬路 竟然有轎車高速往下衝 教室的耐性水電工 倒案後公車 案發前在朋友的家 喝了四五杯的威士忌 你是認為住家就在附近 開一段路應該沒有關係 結果才開了幾百公尺 就發生意外 被撞身亡的六十八歲 蘇姓夫人經常來土地公廟幫忙 鄰居幾乎都認識她 這個晚上一家人在路上目睹 驚悚瞬間 連伸手拉一把救回 富人的機會都沒有 短短一秒鐘衝撞天人永隔 TV的王尼姐什麼都不懂